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第一个字是心怀恶意的人 就是对上帝的律法不坚定 有时候遵守有时候不遵守 遇到试探诱惑患难 逼迫的时候就远离神的律法 心怀恶意的人为我所恨 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 你是我藏身之处又是我的盾牌 我甚仰望你的话语 作恶的人啊你们离开我吧 我好遵守我神的命令 对上帝话语和上帝的律法 心怀恶意的人 他很难坚定的在面对试探诱惑 攻击逼迫的时候 他心里面对神的话语不坚定 他就很难专心的躲在上帝话语的保护里面 他就很难好好的躲在藏身之处 他又要躲不躲 躲了又跑出去不遵守神的话 就被罪恶所吞吃 就被攻击所胜过 要拿上帝的话语做盾牌 抵挡邪恶的事 抵挡过犯试探 但是一会抵挡 一会不抵挡 就又中箭了 就又阵亡了 因此心怀恶意的人 他就是没有办法专心的以神的话语 作为他藏身之处 作为他的盾牌 专心的圣仰望他的话语 那这样的人基本上就是很容易就是跌倒软弱 115节告诉我们说 一个对神话语心怀恶意的人 很容易变成作恶的人 因此诗人不希望自己成为作恶的人 他想要好好的遵守神的命令 116节 求你照你的话语扶持我 使我存活 也不叫我因失望而害羞 害羞的意思就是羞愧 因此呢 我们专心一意的 以神的话语做我们的盾牌 做我们的藏身之处 好好的仰望神的话语 我们就不至于跌倒 就不至于灭亡 就得以存活 也不会因为最后软弱跌倒失败了 而以至于羞愧 艰辛倚靠主的人 专心仰望神的人 结局必不至于羞愧 必按着神话语信实的应许 得神极大的平安与赐福 117节 求你扶持我 我便得救 时常看重你的律例 凡偏离你律例的人 你都轻弃他们 因为他们的诡诈 必归虚空 那些轻易的就丢弃神律法的人 神也会丢弃他们 那些偏离上帝律法的人 他们一切的那些诡诈 最后也都会一无所得 必归虚空 但只有专心仰望神话语的人 他终必得救 也终必蒙福 119节 凡地上的恶人 你除掉他 好像除掉渣仔 因此我爱你的法度 我因惧怕你 肉就发抖 我也怕你的叛语 我们常常不能够专心隐藏身在神的话语里 用神的话语当作盾牌来保护我们 免于罪恶诱惑试探的原因 很多是因为我们不敬畏神 我们心中不惧怕神 我们不去思想神是公义审判的神 那恶人的结局是必被神除掉 好像没有价值的渣仔 被神除掉 亲爱弟兄姐妹们 我们这一生在神的面前 不应该成为被神除掉的渣仔 应该成为一个敬畏神话语 而走在他蒙福得救道路上的义人 不要心怀恶意 要好好的拿起神话语做我们的盾牌 这能够灭掉仇敌一切攻击我们的火箭 我们再来看第十六个字母 是从一百二十一节到一百二十八节 第十六个字母是阿尹 我行过公平和公义 求你不要撇下我 给欺压我的人 这个巨首的第一个字是我行过 其实就是我做过 原文是我做过 所以我做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所做的是公平跟公义 所以神啊求你不要撇下我 给欺压我的人 我做的是公平跟公义 因此神也求你彰显你要做的作为 不要把我撇下 给那些做恶的人 因此做 做事情的做 做过什么事 或是要做什么事 这个做是接下来这八节的关键字 求你为仆人做宝 使我得好处 不容骄傲人欺压我 我所做的既然是 按照神话语所吩咐的公平跟公义 那就求我的主 为主的仆人做宝 求神为我做见证 求神保护我 为我做宝 使我生命因遵行你的话语 而得着益处 不容许骄傲的人 继续作恶在我的身上 我应盼望你的救恩 和你公义的话 眼睛失明 代表诗人 切切的相信 也切切的继续盼望 行公义的人 必蒙上帝公义的对待 神必做他的宗宝 求你照你的慈爱 代仆人 将你的律律教训我 我是你的仆人 再一次 诗人说 我是你的仆人 求你赐我悟性 使我得知你的法度 我们需要神不断的 来赐给我们心中 眼睛被打开 看见神的话语 真的是信实的 真的是公义的 以至于我们在面对 这个骄傲人的欺压 骄傲人就是心中 没有神的律法在里面的人 他根本就不把神放在眼里 好让我们这些 愿意遵行神话语的人 得着灵性里面的悟性 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可以被打开 使我们得知上帝法度的奇妙 跟上帝的信实 这是耶和华降法的时候 因为人废了你的律法 我们说过这八节经文里面 做事情的做 这个是关键字 上帝还要做什么事呢 上帝他因为恶人所做的事 就是恶人不把神的律法 放在心中放在眼里 因此诗人呼吁 那该是神你起来做事的时候了 神要做的就是他的审判 因此呢 一百二十节诗人想到 我所做的是公义跟公平 那神要做的也是公义跟公平的审判的时候 在一百二十七节诗人就大大的敬畏神 所以我爱你的命令 胜于金子 更胜于金金 就是纯金 你一切的训辞 在万事上我都以为正直 我却恨恶一切的假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的主 对于你所教导我们的话语 主我们要敬畏你 我们不要心怀恶意 主我们要 藏身在你话语的保守里面 不跟随世人去做恶事 得罪你 主我们要敬畏你 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抵挡仇敌一切灭命火箭的盾牌 我们要好好的藏身隐藏在你的话语的盾牌的后面 主我们也在你面前求你来醒察我们的一切所作所为 主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守所作的 是守节心轻的事 是公义爱你的事 因此恳求主也将你的公义圣洁 坐在我们的身上 也坐在这个世代里面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愿你彰显你的作为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愿神祝福大家